哈哈哈哈哈哈 龙井 洪哥这么有空啊 老爸老爸老爸 要你亲自侦查都没面子 这佣人哪啊 放他们家了 现在要谈判家丑不可畏 洪哥 老爸你别说 让我跟他说 黄师傅 有盗贼你不抓 你抓小偷 你这么做法 我觉得对我很不公平啊 是啊 火连教的人当然有责任 可是悲剧是由你引起的 我已经叫危险散开了 是他们走的慢呢 推卸责任不是大丈夫的所为 我黄某今天一定要为伤者讨个公道 好吧 是不是 说了半天就是为了钱 你要多少 你说 你错了 赔钱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 如果一定要平息公分的话 希望你能够出来公开道歉 对 公开道歉 那小事一顿 洪哥你先喝口茶 儿子 洪哥是维护你啊 你就敷衍解放几句 我也是整天给真一道歉 任个错你也不会死 就当作是演戏嘛 哎呀 老爸 你已经丢进我们苏家的脸了 现在还叫我去丢人 这样我们苏家不人脸全都丢光了吗 我也不想你想我 绝对不道歉 绝对不道歉 不道歉 绝对不道歉 当然了 洪哥 我儿子一向怕丑 不敢在大场面说话 就赔钱算了 任哥 要是苏灿他 不出来道歉 我怕他以后很难在佛山立足 打架当然会有死伤 要不然我赔条命给你 就以为我不敢要你的命 我家伙都对了 这小子是谁 你害了人 让自己一向越你 你师父都说我儿子冲动了 我没有冲动 是你儿子跟你冲动 敢动我苏灿老爸 快 黄师傅 想不到保之丁的功夫这么厉害 太嚣张了 别打了 别打了 全脚无忍别打了 你孩子打不死 我怕打死那个是你师父 先把洞杀都抬进去 好 快点 小心 师父 都快能剃了 没事 师父 我治不了 快点 黄师傅 我儿子杀得很厉害 他会不会死 我求求你 你快救救他 黄师傅 你快救救他 快救救他 快拿精准吃鸡蛋 好 师傅 你快救救他 一会儿就没事了 黄师傅 那我手 看 Centre 臣子 李小姐 你快救救我 不要紧етр 他的家已经执行了 不过 那需要声音 rah 太那么大 谢谢王伶武 你怎么可以这样负责任